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學好英文 先要學Phonics 為何教材好呢 坊間都會有幾個教材 很有名的有Jolly Phonics 有Latina Phonics 其實這些教材設計時 不只是給香港的小朋友去學拼音 尤其是本身英文 自己是母語的小朋友學 對香港本身不是英文 是母語學的時候會很困難 可能英文的基礎都未有 所以拼起上來都會有困難 他會對這些東西慢慢 就會沒什麼興趣 那家長應該怎樣協助小朋友 家長在前期方面 慢慢教他生字 例如蝸牛是snail 太陽就是sun 有一類的生字的基礎 他學S音的時候 他就可以relate to那些生字 Flash Cut是其中一種 學習英文的教材 自製的時候有什麼要注意 譬如以我們大人的角度 和小朋友的角度 其實看東西是會不同的 通通都是世界英文 有什麼分別呢 家長可能看到 其實這兩個都是A 但是其實以小朋友的眼裡 其實他只是認到D個 因為他學習寫字 還有在幼稚園學習的時候 都會用這個字形 如果是D個字形 其實就是電腦裡很普遍的字形 你看到其實他上面有個頂 有條尾 他學拼字 或者學應音的時候 他不知道這個是A字 K3、K2的小朋友 就會比較難去認 大小朋友他們知道 但小小的小朋友 剛剛學的那些 未必會知道 用大階還是細階好呢? 我們通常會教他用細階 因為其實所有的課本 閱讀圖書 除了第一個字母 是大階之外 大部分的句子、三字 其實都會是細階的 如果學了細階來說 他的閱讀和拼字 會很容易接受一些 所以我們就會選取細階 如果自己製作Flash Card的時候 有時會打字 打字 他會很容易 第一個字就會變大階 如果家長不留意的話 其實這個都會影響到 小朋友記這個字 或者拼這個字 為什麼英文字下面有幾點呢? 當小朋友學拼字的時候 我們都會有一點點輔助 給他 identify sound 以及怎樣去拼 你看到下面會有一點點 告訴你這個字母 是一個音 這個字裡面有三個音 就可以告訴小朋友 s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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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拼出來 當它的詞聲 它的原音 其實我們就會用了不同的顏色 讓小朋友知道這個字是特別一點 就是發音的字 因為不同程度或者不同進度的小朋友 就是學用不同的Flash Card 一開始小朋友要學英文 去製造英文的山字的話 其實我們就會介紹圖畫 讓他會記得這個山字是什麼 和聆聽方面會比較好 當他正式要學拼字 我們就不會加圖畫在上面 只會有字母 他就會專注在字母方面 音方面如何去拼 如果他有一個圖畫 他又知道圖畫是什麼 他直接說出來的答案 他就未必會拼 他就是死記了 不如介紹一些學習網站 我們就叫Kids Phonics 這個網站會比較脆微一點 多點資料 加上我們可以去到那個Phonics Program 找到小朋友的level 按個worksheet的網站 那些worksheet可以下載 還有一些vow sound 可以下載 我們推介的是Jolly Learning 就可以下載那些free worksheet 教小朋友怎樣寫字 握筆 學一些拼音 怎樣分英式和美式英文 可不可以示範一下 那些有寫了British English 那你按A音 會聽到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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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 這些是美式的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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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 第三個網站會介紹 是我們自己的網站 有我們的flash card可以下載 有M26個音錶 還有可以下載一些flash card 即是和小朋友在家裡玩遊戲 可以下載嗎 A A A